大家好,这里是农民野花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多肉植物关一莲的养护 关一莲是一种比较好养的多肉植物 它呢就属于是肉质草本 就是草本肉质植物吧 它就是相对于其他的多肉来说 它的生长能力是比较强的 只要是养护得到在温度合适的情况下 它四季都能生长 你看我的这一盆关一莲 它在就是7月份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也一直在持续的生长 并且呢它包小图的能力是特别的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一盆关一莲 我这是一盆就是不同的品种 就是组合在一起栽种了一个关一莲 主要栽种的时候主要是有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然后这样去栽种到一起了 现在可以看一下 它已经爆出了很多的小头 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 而且呢就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 也几乎处在一种就是生长的状态 不会不像其他的多肉都会高温休眠 养护的时候呢咱们主要注意 注意一下几点它就能枝叶紧 长得特别的旺盛 第一点呢就是要注意要光照问题 多肉植物关一莲呢 它呢是特别喜光的 居家养护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就是室内养护的时候 四季都不需要折音 就是现在高温的时候 也不需要给它过分的去折音 充足的光照呢 让它的植物也更紧凑 不易出现突涨的情况 因为它要只要突涨了之后 它是极难恢复到 就是这种就是栽种紧凑的这种状态的 所以说要想它一直状态美美的 那光照 充足的光照是一定少不了的 室内养的观念几乎就不需要去折音 平时养护的时候咱们要注意浇水的问题 浇水呢也不要太多 因为它呢就是你要浇水太多的情况下 它就容易出现突涨的状态 刚刚受了突涨之后是不易恢复的 变得就失去了观赏价值 所以说咱们就是浇水可以看它的叶片 当它的叶片底部的叶片 就是底部的叶片像这样底部的叶片 明显的发软发粘之后再去给它浇水 浇水的时候尽量的采用金瓶法 因为你看这个它种的比较密集 如果是你要是直接浇的话 它不容易浇透不水 而且呢它就是还容易出现积水的状态 所以说咱们就采用金瓶法之后呢 就让水分从下往上慢慢的去浸入 当呢一般情况下 金瓶法就是有个就是两个小时左右 它就能就是全部是浇透 浇透之后呢 咱们就给它就是及时的取出 然后控取多余的水分 然后就可以正常养护了 平时养护的时候施肥呢 就是可以给它正常去施肥 建议呢就是常用有机肥去养护 我养关一脸呢 主要使用的就是这种微生物菌剂 它主要是由肉骨粉还有芝麻饼 还有菜籽饼组成一种有机肥 里边呢不但含有氮磷钾 还含有钙美性的微量元素 特别适合就是关一脸的生长 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肥效比较的温和持久 就是它不像一些酥酵肥 它使用就能让它快速生长 就是成为突长的状态 那它呢就是肥效比较的温和 比较的持久 特别适合就是多入植物的养护 对于关一脸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咱们直接呢就是把它对成呢 就是500或者是1000呢 就是这种水溶液 直接在浇水的时候加入就可以了 浇水然后把它就是对成水溶液之后 直接给它灌瓶浇水的时候 加入就可以了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一般是40到50天给它用一次 就能满足它的生长 一般只要是满足好这三点 光照水分和肥水和肥料 保证得当的话 关一脸就能长得特别的快 稍微预防一下病虫害 因为它就是 在就是夏天春夏的时候 也容易出现一些病虫害 可以适量的在陪你给它加入一些小白药 或者是说一些就是多肉专用的就是 病就是预防病虫害的药物 它就能就是一直渐状的生长 喜欢的朋友可以这样养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现在就能够起来 hogy 好吗 好吗 好吗